中国没被马六甲掐 美英先被红海掐了 中国多个议案并行 比这更大的危机 美国不敢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中国没被马六甲掐 美英先被红海掐了 比这更大的危机 美国不敢说 最近根据传播信息网站显示 一艘属于以色列的船只从希腊出发 绕过好望角 抵达目的地阿布扎比 这条路线的路程长达21200公里 原本从红海经过最近的路线只有6800公里 这艘以色列的货船绕着红海走 足以说明美国 英国组建的所谓护航联盟是失败的 美英军事力量并不能保障以色列船只安全 不用说以色列货船 现在就连美国 英国自己货船的安全也不能保证 美英在红海的行动导致了更激烈的袭击 直接对抗以及红海局势失控 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冲突 都直接攻击美国军舰了 能不激烈吗 自美国宣布组建海上繁荣护航编队以来响应着寥寥 美国的盟友纷纷划清界限 只有英国派军舰积极参与 就连从不落下美国任何行动的澳大利亚都不参加 足以说明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实力的质疑 因为野门呼赛武装是真的敢动手 事实也证明 这些拒绝参加联盟的盟友是聪明的 这段时间 美国英国对野门境内进行空袭 与之对应的野门呼赛武装开始对美营货船 甚至军舰等目标实施猛烈打击 近日 野门呼赛武装宣布 击中了一艘英国货船和两艘美国货船 其中英国货船卢比马尔号已经被完全击沉 这将是本轮巴以重渡以来 呼赛首次击沉船只 可以说是最具破坏性的袭击之一 同时 胡赛还击落了一架MQ-9死神无人侦察机 残骸都公布了 美国中央司令部被迫证实了这个消息 此前 胡赛还宣布导弹直接命中英国军舰 虽然英国不承认 但之后又宣布了将四五星驱逐舰钻石号撤离红海 也没说明原因 一打一个不吭声 美英在红海暴露了纸老虎的本质 连想到主导海上霸群的美国曾经多次威胁 推演封锁马六甲海峡 试图在紧急状态时掐住中国战略要道 但让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中国没在马六甲被掐 反倒是美国现在红海被掐住半条命 对于美国的威胁 中国GN4V做过很多预案 比如修通泰国运河 马来西亚建港口 北极航线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不被掐住海上战略通道 同时 这也是海权转向路权的必要之举 美国在红海被掐倒不是多大的危机 毕竟美国大部分贸易也不走这边 但是美国不敢说的是比这更大的危机 也就是美国海上霸权几乎宣告结束 几艘航母编队到处横行霸道的时代也结束了 美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也是路权崛起的必要因素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什么温度 这边对我看到是百分岁的装冷荟 着乱沸几乎含 散结束 她各种炒否 整Ч卡 也不是产生弱的 这是一系列的